50岁陈德荣KTV热舞视频火爆流出,黑色装扮低调却依然抢眼,这位时代女神简直不输岁月,仿佛还停留在30岁的好状态,这个曾令周星驰痴迷的传奇女子,年华正盛的她在37岁那年嫁给了一位富家子弟。 然而,这样令人艳羡的狼才女貌,仅仅维持了短短的八个春秋,终究还是以破碎的豪门梦想收场,如今,陈德荣已经步入不惑之年,却仍是截然一身,无儿无女,提到,穷女郎,无人不晓,陈德荣乃是史上顶级美人的代表,她刚一踏入演艺圈便达至辉煌高峰,奠定了身为穷瑶剧首席女主角之地位。 谁料想穷瑶对她倾心已久,这一次等待竟是整整三个春秋,这位被誉为中国娱乐圈的瑰宝,陈德荣,她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波澜呢? 陈德荣,一个生于1974年的台北女孩,尽管家境并不富裕,然而父母对她的宠溺无微不至,每当提及女儿的降生,陈先生与陈太太总是难掩笑容,他们急切地期望, 能用照片来留住女儿成长的每一刻。当时的时代并未拥有智能手机,拍照需要到富有历史感的照相馆。 当父女俩来到照相馆的那一天,摄影师拍完了小陈德荣,看似好心肠的摄影师突然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要求,希望将陈德荣的照片挂在店前做宣传。 摄影师诚恳地请求,让陈先生夫妇犹豫不定,最终他们还是答应了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。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尽管陈德荣的照片吸引了不少客人光顾,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那颗慧眼时英才的心态。 他驻足良久,痴迷地看着小女孩的照片,然后向摄影师索要了陈德荣的联络方式。 就这样,陈德荣踏入娱乐圈的大门被悄然打开。 起初,陈德荣的父母并不支持他步入五光十色的娱乐圈,然而面对心叹的苦口婆心,他们不得不同意让女儿拍些海报贴补家用。 但前提是,必须保证学业不受影响,只能利用客余时间来工作。 每当放学时分,陈德荣总会遭遇那些如影随形的心态,他们频繁地邀请德荣拍摄海报及写真集。 陈德荣也为此拍摄了许多广告以及海报,然而在当时,他尚未涉足演艺圈的实战舞台,也从未有过专业的演艺训练。 14岁的他参与了电影《国中女生》的拍摄,这也使他的光芒展露无遗,惹来了众多目光。 这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星探琼瑶以及著名的编剧大师。 琼瑶瞬间被他的独特魅力震撼,想要立即与他签约,将他收入麾下。 然而陈德荣的父母深知自己的女儿年纪上幼,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还很浅显,且良好的人生观。 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来得及建立起来,因此蜿蜒谢绝了琼瑶的迫切邀请。 然而琼瑶并未因此气馁,他坚定地告诉陈德荣的父母,愿意等待陈德荣成年之后再行迎娶之意。 然而这一等便是漫长的三年,就这样,时间又过去了三载,琼瑶终于带着那份固执和期许暗示而来。 如今的陈德荣已经是个成熟懂事的少女,他的父亲看到琼瑶这份持久的毅力,深受感动。 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女儿想要追逐梦想,渴望成为演员的强烈愿望,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。 1991年,当时仅仅虚岁十八的孙女神陈德荣,在著名作家琼瑶老师的赏识之下,勇敢地踏进了引领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梅花老》中,并且奇迹般地成为了该剧女主角。 这无疑是对陈德荣优雅气质,轻视颜值以及自然演技的极大肯定。 众所周知,拍摄古装剧的时候,剧中人物需要跨越时光的长河,去演绎古人的生活和感情。 而此时只有十七岁的陈德荣只是个稚嫩的少女,她毫无感情经历,却能完美诠释角色内心世界。 随着剧情的推进,她很快就与男主角坠入爱河。 台词镇定从容,表情生动细腻,不失为经典。 而更令人惊艳的是她的枯戏部分,情感收放自如,泪水夺框而出,却滴汗未沾,呈现出一种凄美悲凉的感人画面。 对于同龄人而言,这种角色的难度确实极高。 然而当年仅十七岁的陈德荣却成功驾驭住了这个挑战,使观众为之感动不已。 这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反响激烈。 陈德荣那年轻貌美的形象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,红遍了大江南北,也使得陈德荣这个名字在大众心目中牢牢扎根。 尽管从此名声大振,但是陈德荣并没有因此飘飘然,反而坚持专注于魔力自己的演技。 当变得一手,美人同化,得她本可以毫不费力地靠着颜值讨生活,但她却始终勤奋耕耘。 演技实力在自我精进中得到了明显的提升,排名达到高峰后,阵卷表演圈的新机会也接踵而来,其中包括她优雅迷人的传奇之作《水云间》。 该剧中,她扮演善良温柔且坚强的杜芊芊,她勇于反抗众人的反对并坚决与梅若红在一起。 即使丈夫抛弃她时,她亦能处事态人自若。 当丈夫遇上困难时,她总是挺身而出,与丈夫同甘共苦。 这一切都让人流畅地看到了她心底那份真挚而深沉的情感表达能力。 回头来看她的童年,可以说并非美梦般的美好。 从小便被星探和经纪人围绕着她,童年并没有太多的快乐可言。 她遗憾导演的童年并无法像普通孩子一样,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。 优秀如她,却在心中暗藏一丝自卑。 无奈的是,她却拥有着自然至真的沉返演技。 2013年,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塑造了《一连幽梦》,那份汪子凌演出齐齐整整。 这个角色深入人心,每一场哭戏都让人感受到了感动与震撼。 虽然她本身已被证明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, 但她演绎的角色汪子凌也能深刻体现出她的戏路广阔。 通过这部作品,我们看到了一位热情追求演绎道路的女演员, 一位真正从内在世界到外在表达都富有真情实感的好演员。 正是由于她在《一连幽梦》中的精彩表现, 让我们更加期待她在未来的表演中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陈德荣的人气爆棚可不是吹的, 她就是因为演了穷瑶阿姨的电视剧才突然走红。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明星和观众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啊。 连那时同样红得发紫的周星驰也是如此啊。 周星驰见到陈德荣的第一眼就被惊艳到了, 她发现这女孩实在是太特别了, 不管是从外貌出挑还是到气质非凡, 她一点都不逊色于其他的明星呢。 结果就让周星驰对她萌生了更深的好感了。 在那个星光熠熠的年代, 有一段关于两位银幕巨星的传说, 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, 让人回味无穷, 一个在银幕上总能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之王, 和她的银幕搭档陈德荣, 一个美丽而懵懂的新星。 他们的相遇, 就像是命运的安排, 在《师兄撞鬼》的拍摄现场。 那时的陈德荣正值青春年华, 而周星驰比她年长十二岁, 却像一个温柔的大哥哥, 对她照顾有加。 他们在戏里扮演一对恩爱的情侣, 而在戏外, 他们的友情也如同剧中的情节一样甜蜜, 他们经常被看到一同出入。 周星驰甚至包车接送陈德荣上下班, 两人的笑声和谈心的时光, 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。 他们之间的恋情, 也成了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后来他们又合作了多部作品, 包括那部让人难忘的《神龙教》。 但随着合作的深入,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剧中的火花不在, 私下里的香剧也变得稀少。 他们的身影不再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或许,周星驰始终把陈德荣当作一个需要呵护的小妹妹。 而年龄的差距也让这段感情变得扑朔迷离。 他们心中是否有过真正的爱恋? 这个问题,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。 而在这段朦胧的情愫之后, 陈德荣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篇章。 报夜大亨王文山, 被他在《梅花烙》中的美貌所吸引, 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当时的陈德荣只有21岁, 正值花样年华, 最终被王文山的坚持所打动。 然而, 当王文山希望与他共结连礼, 让他成为豪门中的少奶奶时, 陈德荣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。 他选择了自己的事业, 拒绝了王文山的求婚。 八年后, 他又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王赞策, 一个默默仰慕他多年的男子。 不久, 他们手牵手,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王赞策, 这位房地产大商的公子, 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头脑, 更有着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。 八年的婚姻, 他们没有迎来一个共同的结晶。 陈德荣, 这位荧幕上的穷女郎, 选择了丁克生活。 他为了事业, 为了保持自己的颜值, 决定不要孩子。 但是, 随着时间的流逝, 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裂痕。 一个是忙碌的明星, 一个是应酬不断的商人。 距离和时间, 慢慢侵蚀了他们的爱情。 2022年, 这段八年的婚姻, 最终因为聚少离多而走向了尽头。 陈德荣在社交平台上的一番话, 感谢生命中每一次真实的相遇。 公主不缺白马王子, 做自己的女王。 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将就的人生态度。 即使在爱情的旅途中遇到了坎坷, 她也选择了坚强和独立, 岁月如梭, 陈德荣已尽知天命之年。 她的容颜依旧, 仿佛时间在她身上停下了脚步, 虽然她已经吸引, 但她在观众心中的地位, 却永远不会改变。 她的爱情观, 也许与众不同, 但正是这样的独立和坚持, 让她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王。